今天是好局势 作为这个苹果股票的shareholder 今天非常高兴 看苹果今天涨势喜人 一天就涨了四块多了 一下子从昨天的一百五十三 涨到今天的一百五十七块五毛 大美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 我就说炒股呢 千万不能做这个短线投资 当然有些那些day trader 就是每天早上进下午抛那种 我觉得赚不到钱 我觉得这个股票一定要做长线 一定要放在那五到十年 你才能增值 对不对 就像你要买股票 你要看这个股票的前景 苹果作为全世界市值第一名的 集优股 对不对 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 它的前景无可限量 作为苹果族 对不对 我的手机是苹果的 我的电脑是MacBook MacBook也是苹果的 对不对 我的那个这个 还有iPad 我特别喜欢苹果 因为苹果的iOS系统呢 太稳定了 对不对 太好用了 我从苹果4用到苹果6 苹果5 苹果4 苹果5 苹果6 苹果7线到苹果8plus 当然我没有买即将推出的这个苹果13 苹果13的功效更加惊人了 再加上苹果汽车 紧罗密股将在2025年呢 即将就投入生产 现在正在研发啊 所以呢 苹果多项利好呢 也造成了今天 苹果股票大涨的这个原因啊 很多股票 比方说像特斯拉这种股票 我是不信任的 虽然它 它一年可以涨69% 但是你看它跌也是跌的很恐怖啊 从两个星期前 对不对 1280多跌到现在1030几 所以这种爆整爆升爆跌的这种股票 我是不信任的 而且特斯拉的这个电动汽车 它的电池问题一日不解决呢 投资者没有办法放心 但是对苹果我是非常放心 因为苹果的产品 无论是iPhone手机 iPad iWatch 还有这个这个他的这个iPad 还有他的这些系列产品和系列服务呢 我觉得非常令人满意 没人抱怨 苹果族对苹果手机的忠诚度是95% 没有一种手机能达到这种忠诚程度 所以苹果股票呢 大涨呢 是大势所趋 我估计年底呢 可能可以突破180度